我们祖先唱的歌谣 上 原作 冰心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一讲我们祖先唱的歌谣 我知道,你们在一起玩得很高兴的时候,有时会随口唱出几句好听的歌谣来 远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生活里也会随口唱出好听的歌谣 那些歌谣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最早的诗 中国古代的诗,有三个字一句的,四个字一句的,五个字一句的,也有七个字,九个字一句的 每一首诗,最短的也有三四句 每一句,或是每隔一句,或是每隔几句,都压着运 所以念起来很响亮,好听 比方说,有一首两千五百年以前的诗,名字叫《尖家》 你们读过罗米欧想念朱利叶的诗吗? 《尖家》也是一首想念心上人的诗 它的第一段是 《尖家》《尖家》 《尖家》《尖家》《尖家》 这八句诗,第六、第六、第八句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声音相近的 有韵的 念起来,多么好听啊! 另一首鼓诗,采格 诗句像波浪一样层层推进 也很有意思 鼻彩阁西一日不见如三月西 鼻彩萧西一日不见如三秋西 鼻彩爱西一日不见如三岁西 爱因斯坦生前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 当你坐在一位漂亮的姑娘身边 两小时就像一分钟一样 可是当你坐在一个滚烫的火炉上 一分钟就像两小时一样 这就是相对论 采阁里的那个男子 当心爱的姑娘不在身边的时候 她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哟 我们念诗的时候 每个字的发音都要饱满 这样才好听 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 中国有了最早的诗集 诗经 诗经里收集了当时流传的 三百多首诗歌 尖家和采阁就是其中的两首 据说诗经里的每一首诗歌 孔子都弹着古琴吟唱过 亲爱的小朋友 还有几千年前祖先唱的诗歌 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念 还能欣赏 这是不是很神奇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只有中国人的后代 才有这份幸运啊 跟祖父学诗 上 萧红 五岁那年 我跟祖父学诗 祖母去世后 祖父的房间空着 我就闹着 一定要睡在祖父那房间 早晨念诗 晚上念诗 半夜醒了 也是念诗 念了一阵 念困了 再睡去 祖父教我的有千家诗 没有课本 全靠口头传诵 祖父念一句 我就念一句 祖父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也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那都是些什么字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只觉得念起来 那声音很好听 所以很高兴地跟着喊 我喊的声音 比祖父的声音更大 我一念起诗来 我家的五个房间 都可以听见 祖父怕我喊坏了喉咙 常常警告着我说 太大声了 屋顶都被你抬走了 听了这笑话 我笑了一会儿 过不了多久 就又喊起来了 祖父说 没有你这样念诗的 你这不叫念诗 你这是乱叫 但我觉得 这乱叫的习惯不能改 要是不让我叫 我念它干什么 每当祖父教我一首新诗 一开头 我要是听了不好听 我就说 不学这个 祖父于诗就换一个 换一个不好 我还是不要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提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这首诗我很喜欢 我一念到第二句 处处闻提鸟 那处处两字 我就高兴起来了 觉得这首诗 实在是好 真好听 处处该多好听 还有一首我更喜欢的 重重叠叠上摇台 几度呼同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 却交明月送将来 就这几度呼同扫不开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念成 西趟呼同扫不开 越念越觉得好听 越念越有趣味 跟祖父学诗 下 萧红 祖父教我念了几十首诗之后 开始给我讲解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 相因无改 并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祖父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这是说一个人小的时候 离开了家到外边去 到老了 回来了 相因无改 并毛衰 这是说家乡话的口音 还没有改变 可是他胡子却白了 我问祖父 他为什么小的时候要离家 离家到哪里去 祖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接着说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好比爷爷像你那么大 离开家 现在老了 回来了 家乡谁还认识我呢 小孩子见了就问 你这个白胡子老头 是从哪里来的 我一听 觉得不大好 心里有些害怕 赶快就问祖父 我也要离家的吗 等我胡子白了回来 爷爷 你也不认识我了吗 祖父一听就笑了 等你老了 还有爷爷吗 祖父说完了 看我还是不很高兴 他又赶快说 你不离家的 你哪里能够离家 快再念一首诗吧 念春眠不觉晓 我一念起春眠不觉晓来 又是满口的大叫 得意极了 完全高兴 什么都忘了 从此再读新诗 一定要先讲解 以前念过没有讲过的 也要重新讲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这首诗 本来我也很喜欢的 黄梨是很好吃的 经祖父这一讲 说是两个鸟 于是不喜欢了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首诗 祖父讲了 我也不明白 但是我喜欢这首 因为其中有桃花 桃树一开了花 不就结桃子吗 桃子不是好吃吗 所以每念完这首诗 我就问祖父 今年咱们家的桃树 开不开花 长大以后 回忆起跟祖父学诗的往事 觉得很可笑 但他给我的童年生活 增添了不少色彩 成语故事 胸有成竹 有一个成语叫胸有成竹 意思是 人们在动手做一件事之前 心里对这件事情的成功 已经有了十分的信心 为什么用胸有成竹 这四个字来表示 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成功 很有信心呢 竹子和胸 又有什么关系呢 请听我给你说一个 画家画竹子的故事 冬天 寒风刺骨 松树 竹子和梅花 却依然生机盎然 中国人喜爱松树 竹子和梅花 不怕寒冷的勇敢品格 称赞他们是碎寒三有 中国传统的诗和画中 松 竹 梅 是常见的题材 中国宋朝有个画家叫文童 非常喜爱竹子 他住在一个山谷附近 山谷里长着一大片竹林 文童就在竹林里造了一个亭子 从早到晚 他在竹林里读书 画画 见朋友 他对朋友们说 早晨我和竹子游玩 傍晚我和竹子聊天 竹子春 夏 秋 冬的各种样子 都进入了我心里 文童画竹子 画得特别好 文童画竹 只用黑色的墨 称为墨竹 他用深的墨色 画竹叶的正面 用浅的墨色 画竹叶的背面 他画的竹枝 竹叶 好像只要一阵风吹来 就会摇曳翻动起来 虽然墨竹只是黑色的 可是人们看到文童画的竹子 就像见到真的竹子一样 文童的好朋友苏东坡 向他请教怎样画竹 文童说 我准备画竹的时候 胸中好像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竹子 我手里握着毛笔 仔细地看着自己胸中的竹子 当看到一种我想画的样子 就马上落笔 像鹰抓兔子一样 飞快地把它画下来 后人听说了 写下两句诗 文童画竹时 胸中有成竹 从此就有了胸有成竹这个成语 用来表示人们对一件事情的成功 有完全的把握和十分的信心 我们祖先唱的歌谣下 诗经是我们祖先的第一本诗歌集 中国人热爱诗歌 诗经以后的几千年里 又有许许多多诗人 留下了千千万万首诗 中国诗歌最兴盛的时代是唐朝 离现在有一千多年了 在唐朝许许多多的诗人里 有两个名字像满天星斗里的两颗大星 永远被人注意着 热爱着 这两位大诗人 一位是李白 一位是杜甫 在这里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首李白的五言绝句 它是五个字一行的诗 共有四行 题目是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一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一首诗是李白在想念故乡的时候写的 我再给你们介绍一首杜甫的七言绝句 它是七个字一行的诗 也是四行 这首诗没有题目 写的是杜甫在自己家新造好的屋子里看到的景象 两个黄梨 明翠柳一行白鹿上青天 窗寒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吾万里传 你注意到了吗 这首诗的每一行都是一个景 都是一幅画 这四幅画连起来 像是一段游近到远 再游远到近的电影 里面有美丽的颜色 好听的声音 有幽长的时间 还有遥远的空间 更有意思的是 请看第一第二两行诗中 每个位置上的字或词 它们既是相关的 又是相对的 比方说 第一行的第三个字是黄 第二行的第三个字是白 这两个字是相关的 它们都是颜色 它们又是相对的 是不同的颜色 第三第四两行诗中 每个位置上的字或词 也是这样的情形 诗句里的字词 这样的排列叫对偶 在第一第二行里 两个对一行 黄梨对白鹿 明翠柳对上青天 在第三第四行里 窗寒对门博 西岭对东吴 千秋雪对万里船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句子 叫做对偶句 这样美妙的对偶句 中国古代诗歌中很常见 小朋友们 像以上两首这样的短诗 在中国古代诗歌里 还有许多 文字非常美丽 读来也非常好听 这是我们祖先 给我们留下来的 一份丰富 宝贵的遗产 我们应当重视它 热爱它 编者案 对运 是古代中国的学生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 读对运歌 就好像坐上时光列车 回到千百年前 能体会到那时候孩子们学习语文的情形 对运歌 天对地 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 太阳对月亮 白云对彩虹 春对夏 秋对冬 日夏对天钟 山花 对海树 草绿对火红 明对暗 淡对农 古柏对青松 黄河对长江 明月对清风 诗与画 诗歌可以念 可以唱 还可以入画 齐白石老人 九十一岁那年 他的一位好朋友问他 都说你什么都能画 你能不能把声音画出来 齐白石问 你想让我画什么声音 那位朋友拿出一张纸 纸上写着一句诗 蛙声十里出山泉 齐白石想了想说 让我试试看吧 左边那幅画 就是齐白石老人几天以后交给他的朋友的 那位朋友 那位朋友看了哈哈大笑 连声说道 妙 妙 妙 可是 我们在画里并没有看到青蛙 更别说听到青蛙的叫声了 齐白石老人画错了吗 亲爱的同学 你是怎么想的呢 成语故事 启人 忧天 中国的很多成语 都是来源于预言 而预言 往往是通过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故事 来揭示生活中常常发生的现象 话说 很久很久以前 启国有一个人 他胆子很小 又喜欢胡思乱想 有一天 那人躺在大树下休息 无意中看到蓝蓝的天空 他想 天这么大 要是掉下来砸到我的身上 那该怎么办 他一着急 不由的身子一动 又感觉到身子下面有大地 他又想 哎呀 要是有一天地陷下去了 又该怎么办 从此以后 他成天担心天会掉下来 担心地会陷下去 愁得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他的邻居看到了 劝他说 天只不过是一大团气 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气 你一举一动 都是在天的中间 你怎么会担心天会掉下来呢 那人听了问 如果天是一大团气 那么太阳 月亮和星星 不会掉下来吗 邻居说 太阳 月亮和星星 也都是有气的光团 即使掉下来 也不会打伤人的 那人又说 可是 要是地陷下去了 那怎么办呢 邻居又说 地是什么 地是堆得很厚很厚的泥土和石块 四面八方到处都有 它又能陷到什么地方去呢 再说了 如果天真的要掉下来 不会因为你在担心 而不掉下来 如果地真的要陷下去 也不会因为你在担心 而不陷下去 所以你成天担心 又有什么用呢 那人听了 这才放下心来 世界上真的害怕天会掉下来的人 大概是没有的 但是 为不必要的事情而担心 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事情 而担心的人 却大有人在 我们自己有时候是不是 也会起人忧天呢 唐诗欣赏之一 亲情和爱情 兄弟姐妹之情 父母儿女之情 朦胧的心意 浓浓的爱情 古今中外 相同乎 不同乎 让我们随着这四首唐诗 走进中国古人的感情世界 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 人们头上插着红色的猪鱼果 手里提着香香的菊花酒 纷纷登上高处 欣赏秋天的风景 诗人出门在外 特别想念亲人 他在诗中写道 家里哥哥和弟弟登山的时候 也一定十分想念我吧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唐 王为 独在一乡 为一客 每逢佳节 被私亲 姚之兄弟登高处 便差诸余 少一人 古时候外出 没有火车和汽车 更没有飞机 出去不容易 回来就更不容易了 古时候 人们穿的衣服 不是买的 是靠家人缝的 诗中 写一位母亲 给将要离家的儿子 缝衣服式的情形 诗人最后感叹说 儿女就像小小的青草 母爱就像春天的阳光 阳光的恩情 小草实在是难以报答的呀 游子银 唐梦娇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灵形秘密逢 一孔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 在没有火车 汽车的古代 长江是交通要道 江面上虽然繁忙 长年在江上撑船的姑娘 生活却是寂寞的 忽然迎面而来的船上 飘来一个小伙子的香音 姑娘忍不住和她招呼起来 诶 你家住在哪里呀 我家是在横堂住啊 借问一声 我们是不是同乡呢 那边船上的小伙子 回答姑娘说 我家住在九江边 我也是在九江上 来来去去的呀 听起来 我们都是长干人 可惜从小到大 还互相不认识呢 一问一答之间 两条船又要各奔东西了 两个人刚刚相识 马上又要分别了 还能再见吗 在什么时候 谁也不知道 姑娘和小伙子带走了 各自的惆怅 长干曲 唐 崔浩 军家何处住 妾住在横堂 停传 战戒问 或恐是同乡 嘉陵九江水 来去九江策 同是长干人 生小 不相识 丈夫去保卫边疆了 家乡年轻的妻子 想念远方的丈夫 梦见自己到了辽西前线 和他相会 可是 清晨 黄鹰鸟的提叫 偏偏 却把夫妻相会的美梦 惊醒了 这首诗歌 写的就是那位 思念丈夫的妻子 本师第一行最后一个字 要念古音 你 这样才押韵 好听 诗里第三行 开头的字 和前一行 结尾的字相同 所以念起来 特别流畅 这样的修辞 手法叫顶真 我们在七年级学的木兰词里见过 归来见天子 天子做明堂 出门看伙伴 伙伴接经忙 春月 唐 金昌旭 打起黄鹰泥 莫叫 知上提 提时 精切梦 不得 道聊兮 童谣两手 野切牛 野切牛 爬高楼 高楼高 爬树梢 树梢长 爬东墙 东墙滑 爬梨巴 梨巴细 不敢爬 躺在地上吹喇叭 呜啊呜啊呜啊 卖菜窑 卖菜卖菜 要买快来买 卖什么菜 有韭菜 韭菜老 有辣椒 辣椒辣 有黄瓜 黄瓜 黄瓜一头苦 买点马铃薯 马铃薯 不好吃 那就买点西红柿 西红柿 人人爱 又做汤 又做菜 今天吃了 明天还来买 华 华 话谈 去文 深山藏古寺 中国历史上的宋朝 曾经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 宋徽宗是个很特别的皇帝 他治理国家的本领差极了 不仅被敌国抢走了大片的国土 自己还被敌人抓去 到死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 可是 宋徽宗却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他非常热爱艺术 他不仅自己的画画得好 还有一个皇宫画院 画院里的画家 他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 有一年 皇宫画院招收新人 考试的题目是和寺庙有关的一句诗 深山藏古寺 参加考试的画作交上来以后 宋徽宗亲自动手挑选自己满意的画院新人 他一幅又一幅的看着画作 画家们的技巧都非常好 画作有的把古寺画在山腰 有的把古寺画在山顶 还有些画上并没有出现整座寺庙 而只画了山林中露出的寺庙的一段破旧的红墙和一角屋顶 这些画虽然都不错 可是却没有一幅给他带来惊喜 突然 他眼睛一亮 眼前是一幅与众不同的画 眼前是一幅与众不同的画 这幅画上根本就没有寺庙 画面下部可以看到一条从高山上流下来的小溪 溪水边 一个老和尚挑着水桶正在那里打水 他的身后是一条陡峭的石阶小路 由下而上 一直通到山林深处 宋徽宗拿着这幅画,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快把这个画家找来,我要见他,他就是我要选的新人!" 宋徽宗喜欢的这幅画究竟好在哪里? 请同学们想一想吧! 成语故事 拔苗助长 晚饭后,英英坐在沙发上读成语故事 随手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总是嫌自己田里的荷苗长得太慢 他每天去量荷苗的高度 一天、两天、三天,总感觉他们好像一点儿也没有长高,心中十分着急 他一天到晚总是在想:"怎样才能让荷苗长得快一些呢? 怎样才能让荷苗长得快一些呢?" 有一天,他终于有了一个好办法 他想:"既然荷苗自己不愿意长高,那么就让我来帮帮他们吧!" 于是,他来到田里,把荷苗一棵一棵地往上拔高一些 从早晨拔到中午,又从中午拔到太阳下山,总算把田里的荷苗全都拔了一遍。 他回到家里,兴奋地告诉家人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 地里的荷苗长得太慢,我帮着他们一下子掌告了好多了!" 他的儿子听了,连忙跑到田里一看,荷苗全都倒在地上,死了。 英英读完拔苗助长的故事,对妈妈说:"我不信,天下哪有这么傻的人呢?" 妈妈笑笑说:"我们家有一个学弹钢琴的女孩儿,总是嫌弹练习曲太没意思。 她常常说:"老师弹这些小练习曲,什么时候才能弹出那些又长又好听的大曲子呢?" 她不愿意通过弹练习曲,提高自己的技术,而要直接去弹高深的大曲子。 结果弹来弹去,花了很多时间,曲子还是弹不好。 而她的朋友,老老实实地弹练习曲,技术慢慢地提高,学弹高深的大曲子就顺利多了。 ,"你说我们家的那个女孩儿,是不是和那个拔苗助长的人有一点相似呢?" 因应听了妈妈的话,不由地放下书本,若有所思起来。 唐诗欣赏之二 前线和后方 今天学习的古诗,将把我们带到古代中国,去探访那些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前线抵抗外敌的将士们。 还有,在后方夜以继日地为他们赶作冬医的妻子、母亲和姐妹。 在青海高原的御门关外,守卫西北边疆的将士们身经百战,战场上的风沙把同座的盔甲都磨穿了。 可是,只要敌人还没有打败,我们就不回家。 从军行,唐,王昌陵,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诗人曾经常年带兵征战在边疆。 他的这首诗,把我们带到了一千多年前中国西北边疆的重镇九泉。 寒冷的夜晚,九泉的太守来到军营看望将士。 营帐里点起火把,将士们手中的碗里倒满了酒。 鼓声响起,太守为大家表演剑舞。 有人吹起了忧伤的胡佳曲,在座的将士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请注意,最后一个字语,鼓音念,乳。 九泉太守,席上最后坐,唐,陈身。 九泉太守,能见舞,高堂至酒,夜积鼓。 胡佳一曲,断仁长,坐上相看,泪如乳。 一天夜晚,李广将军独自穿过战场旁边的一片树林。 忽然,他看到前面树下有一只老虎。 李将军立刻举起弓搭上剑,全力向老虎射去。 第二天一早,他来到树林里寻找自己射虎的剑。 这才发现,昨天夜晚射的不是老虎,竟是一块大石头。 由于他射虎时用力很大,剑头和剑身都射到石头里去了,连剑尾白色的羽毛也快看不见了。 塞下曲,唐卢伦,临岸草京风,将军夜隐功,平民寻白雨,墨在石棱中。 秋天的夜空中,明月高挂。 长安城里的女子,要为她们正在边疆征战的丈夫寄送冬衣了。 千家万户,正趁着月光,用木杵把做好的冬衣捣软。 阵阵秋风吹送着导医生,也吹送着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 什么时候,能够把外敌彻底打败? 到那时,丈夫们就再也不用出征了。 唐代还不懂得用棉花织布,普通人的衣服用葛或麻做成。 又硬又粗,必须捣软了,穿在身上才舒服。 紫叶无歌,唐李白。 长安一片月,万户倒一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观晴。 何时凭葫芦,良人罢远争。 《编者案》,漫画家蔡志忠先生把许多中国经典用漫画表现了出来。 请欣赏从他的《唐诗说》中截取的李白的一声。 李白的一声。 李白在新疆和四川长大,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武剑,也对道学很感兴趣。 他二十五岁,开始到江南游玩。 后来,他在宫中给皇帝写诗。 但是,得罪了人以后,被赶出京城。 他到处游玩,走遍中国,和其他文人一起写诗。 六十二岁,死于他亲戚家。 《编者案》,李白的诗《月下独卓》也是从蔡先生的《唐诗说》中截取的。 《月下独卓》,李白。 《花间一壶酒》,《独卓无相亲》, 《举杯妖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季不解影》,《影图随我身》,《展伴月江影》, 《行乐虚极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 《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香气秒云汉》。 成语故事 画龙点睛 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大画家,名叫张僧瑶。 张僧瑶画的人物,山水、佛像,非常生动逼真。 有人说他画的动物,一画好就可以从画上走下来。 古时候,东方的寺院和西方的教堂一样,都是画家们一展身手的好地方。 中国的寺院不仅需要画家来画大堂里的佛像,也常常请画家帮助装饰四周的环境。 传说有一次,南京的一座寺院,请张僧瑶装饰院里的一面围墙。 张僧瑶花了好几天时间,在雪白的围墙上精心画了四条龙。 这些龙画得生动极了,简直就像要飞起来一样。 不过,龙的眼睛部分都只留着一块白,没有仔细描绘。 前来欣赏画的人都觉得奇怪,纷纷问他为什么不画眼睛。 张僧瑶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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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化好,突然间天昏地暗,电闪雷鸣,整个寺院都震动起来。 紧接着,轰隆一声巨响,寺院的墙被震破,那两条龙腾空而起,一直飞上天去了。 过了好久,一切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人们在看那被震破了的院墙上,只剩下两条没有点眼睛的龙。 后来,画龙点睛的故事流传下来,渐渐演变成一句成语。 画龙点睛,这个成语,比喻写文章或说话时,在关键的地方,用一两句话,点名全篇主要的思想, 使内容声动明确。 在接下来学习的课文《来之不易的绿字》里,同学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例子。 苏东坡 同学们在中餐馆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有趣的菜名,东坡肉? 在中国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去过一个美丽的城市,杭州? 东坡肉和杭州都与九百多年前中国宋代的一位伟大诗人有关,他的名字叫苏氏。 苏氏多才多艺,他既是诗人,画家,书法家,又是散文家,音乐家,政治家,而且在不少方面都有大成就。 苏氏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朝廷的高官了。 可是由于他反对当时激烈的政治改革,43岁那年,先是被关进监狱,后来又被放逐到长江边上的一个穷苦小镇,黄州。 在黄州,为了养活佳人,他在城外东边的一片山坡上开荒种地,自称东坡居士。 从此,人们就叫他苏东坡了。 黄州的猪肉非常便宜,可是当地人不知道怎样把猪肉烧得好吃。 苏东坡就写了一首诗,告诉人们烧猪肉的好办法。 他修起一座茅屋雪塘,苏东坡和朋友们在雪塘里谈天说地,沿长江游山玩水。 回到家,他写出千古流传的诗歌和文章。 后来,皇帝让苏东坡回到朝廷做官,派他去管理杭州。 杭州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杭州的美来自西湖。 可是,苏东坡到那里一看,多年没有修整的西湖里, 积着厚厚的淤泥,长满了水草,又脏又丑。 苏东坡组织起二十多万民工,清理西湖。 他想出一个特别好的办法,用挖起来的淤泥和水草, 在湖里筑起一条长堤,种上树和花,还建了六座漂亮的桥。 这样,既处理了淤泥和水草,又使得西湖更加美丽, 交通也更加方便了。 后人把这条堤叫做苏堤。 苏堤完工以后,苏东坡把人们送来感谢他的猪肉, 按照自己煮肉的方法做好,分给每个民工。 民工们高兴地称之为东坡肉。 苏东坡一生留下诗两千七百多首,词三百多首。 词也叫长短句,是一种特殊的诗。 下面,让我们来读一首他的词。 中秋节,诗人想念自己多年不见的弟弟,写下了这首词。 这首词分成四段。 第一段,诗人喝着酒和夜空聊起天来。 第二段,因为在人间不太顺心,诗人想回到天上去。 可是又一想,天上真能比人间更好吗? 第三段,先写月亮的多情。 转过高楼,下到窗前,照着夜晚睡不着的人。 可又责怪月亮的无情。 为什么,在人们离别的时候,你却常常是圆的? 第四段,感叹人生和月亮一样,不会总是圆满的。 可是,只要我们都好好活着,虽然不能见面,却是同在一片月光下呀。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苏氏。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穷楼玉雨,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诸格,低起户,赵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相,别识远。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男权,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缠捐。 苏东均的个性,虽然人生不是那么顺心,但始终乐观,浪漫,幽默。 他活着的时候有许多朋友,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喜欢着他。 同年,罗大佑。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寸光阴,一寸金。 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 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 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 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 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 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 盼望长大的童年。 黄鹤楼的传说。 很久以前,在中国湖北省长江边上, 一位姓新的老人,开了一个很小的酒店。 有一天, 有位衣衫破旧的老道人,来店里向新老伯讨酒喝。 新老伯慷慨地答应了。 没想到,从那天起,老道人每天都来讨酒喝, 而新老伯也每次慷慨地给他酒喝, 从来也没有一点不高兴。 不知不觉地,一年过去了。 那一天,老道人又来到酒店。 新老伯一见,站起身来,要给他拿酒。 老道人拦住他说, 今天我不喝酒,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这么多日子来, 我天天喝你的酒, 没什么可以谢你的。 我给你画一幅画留作纪念吧。 老道人见脚边有一块橘子皮, 他拾起橘子皮, 在小店的墙上画起来。 不一会儿,画好了一只鹤。 由于橘子皮是黄色的, 所以这只鹤也是黄色的。 画完后, 老道人对新老伯说, 只要你一拍手, 黄鹤就会下来, 为酒客跳舞助兴。 新老伯看着墙上的黄鹤, 盲连声道谢, 可是当他转过身来, 老道人却已经不知去向了。 第二天, 酒店里来了客人, 新老伯想起老道人的话, 拍了几下手, 黄鹤果然真的一跃而下, 在酒店里翩翩起舞。 黄鹤舞完之后, 又跳回到了墙上, 客人看着非常有趣, 消息很快便传开了, 远近的老百姓和游人都来店里看黄鹤起舞, 从此, 酒店生意兴隆, 新老伯也因此发了财。 光阴四溅, 转眼十年过去了。 有一天, 那位老道人, 那位老道人又来到酒店, 他问新老伯说, 不知这十年来你赚的钱, 够不够我当年的酒钱? 新老伯急忙说,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现在很富有。 老道人一听哈哈大笑, 他从腰间取下一只笛子, 吹起了一首美妙的曲子, 墙上的黄鹤闻声而下, 随着笛声跳起舞来。 一曲吹完, 只见老道人轻轻一抬腿, 骑上了黄鹤, 黄鹤徐徐张开翅膀, 带着他飞走了。 从此以后, 他再也没有回来。 新老伯为了纪念老道人和他的黄鹤, 在酒店旁盖起了一座高楼, 起名黄鹤楼。 后来, 诗人们以黄鹤楼为题材, 写了好多诗, 其中唐朝诗人崔浩写的那一首最有名, 连李白都自叹不如呢。 成语故事 双管齐下 双管齐下这个成语, 和胸有成竹, 画龙点睛一样, 也是从一个与画画有关的故事引申出来的。 唐朝有一个画家, 名叫张枣, 最擅长画山水画。 平时, 他不管走到哪儿, 都喜欢把那儿的山山水水, 树木花卉画下来。 由于他平日留心观察山水, 所以他画起山水画来又快又好。 张枣的一个朋友问他, 你是怎么学习画山水画的呢? 张枣回答说, 我是拜大自然为师啊。 张枣有一种特殊的本领, 他能够用两只手同时作画。 有一次, 张枣和朋友们在一起, 有人提议请张枣画一张画。 张枣爽快地答应了。 他站起身, 走到桌前, 铺开一张画纸, 然后右手拿起一只毛笔, 左手也拿起一只毛笔。 在场的人见了, 都瞪大了眼睛, 一眨不眨地, 看着张枣握笔的两只手。 张枣用手指掀在画纸上笔画了一阵, 然后双手一抬, 两只笔同时占了墨, 落在纸上。 只见他双手挥动画笔, 上上下下, 时快时慢。 很快, 画纸上出现了两棵松树, 一棵苍茎挺拔, 另一棵干枯凋零。 在场的朋友们都忍不住叫起好来, 人们对张枣这种用两只笔同时作画的技法非常赞赏, 因为毛笔的笔杆也叫笔管, 朋友们就用双管齐下这四个字来描述张枣的这个特技。 后来, 双管齐下演变成了一个成语, 用来比喻同时做两件事情。 来之不易的例子 我们已经学习了好多首中国古诗。 你有没有注意到, 用英文写诗的时候, 我们既要考虑词, 也要考虑音节。 可是由于中文是单音节文字, 写诗的时候, 只要考虑字就行了。 今天, 我给你讲一个中国宋朝的大诗人王安石找字的故事。 你或许已经知道, 中国最长的河叫长江。 长江下游南岸的一大片土地, 人称江南。 那里气候好, 物产多, 是有名的鱼米之乡。 王安石的家就在江南一个叫中山的地方。 那年初春, 王安石从冰天雪地的北方坐船回家看望家人。 经过几天的航行, 一天傍晚, 月亮刚刚升起, 船在长江北岸一个叫瓜州的地方停靠下来。 江面很宽, 船公指着对岸, 兴奋地对王安石说, 您看, 江对面就是金口, 明天您到金口下岸, 就离中山不远了。 王安石站着船头, 看着江南的春色, 想到很快就要见到家人, 高兴地写下四句诗, 大声念起来。 金口瓜州, 溢水间, 中山只隔树重山, 春风又到江南岸, 明月何时, 照我还。 当念到春风又到江南岸, 江南岸这一句诗, 王安石想, 这个稻子让人有停止的感觉, 放在这里不太好。 他想了想, 把稻子圈去, 写上一个过字, 成了春风又过江南岸。 过, 春风来了, 又走了, 有了动的感觉, 比稻子好。 但是, 怎样能表现出自己想快快回到家的心情呢? 王安石又把过字圈去, 改成入字, 春风又入江南岸, 入又回家的感觉, 好。 可是, 入是从外面进到里面的意思, 春风怎么能进到江南岸的里面呢? 也还是不行。 他想了想, 又把入字改成满字, 春风又满江南岸, 春风已满江南, 诗人还在江北, 既有想家的感觉, 又有满眼的春色, 好像很不错了。 可是再一想, 这个满字, 会不会让读者没了想象的空间? 他摇了摇头, 又把满字圈去了。 就这样, 王安石一连改了十多次, 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字。 他起身下船, 走在江岸上, 春风轻轻地吹过, 脚边的青草在风中摇动着。 突然, 他想起两句有名的诗句, 是唐朝诗人王维, 为朋友送行的时候写的, 春草明年绿, 王孙归不归。 王安石心里一亮, 对呀, 春草绿了, 是回家的时候了。 这个绿字, 既是眼前的景象, 又代表了我想家的心情, 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字。 王安石连忙回到船上, 把诗重新抄写一遍。 金口瓜粥, 溢水间, 中山止隔, 树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个绿字, 真是来之不易呀。 正是这个绿字, 像画龙点金一样, 把整首诗点活了。 这首名叫《博传瓜粥》的诗, 也因此流传到今天。 亲爱的同学, 读了王安石找字的故事, 对你今后学习写作, 是不是有些启发呢? 中国花卉画欣赏 梅花和牡丹花 都是中国人喜爱的花卉, 也是中国画家喜爱的主题。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梅花是唯一在冬天的冰天雪地里开放的花朵。 中国人喜爱梅花不仅仅是因为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 它给人们献上美丽, 更欣赏它在寒冷中开放的勇气。 右边这幅梅花图是用写意手法画的, 画面上梅花的枝干像铁骨一般, 透着不怕严寒的精神。 而盛开的花朵则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这幅图的作者, 画家吴昌硕, 在中国近代绘画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牡丹花的花朵硕大, 颜色鲜艳, 象征富贵, 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喜爱。 这幅牡丹图的作者, 鱼飞暗, 是有大成就的工笔画画家。 和上一幅梅花图比较一下, 我们很容易发现, 工笔画非常的细腻、 精致, 巧密而逼真。 当然, 工笔画也不是一味追求逼真。 比如, 画家巧妙地把红牡丹的叶子 画成淡灰色, 既使得两颗牡丹有所区分, 也使得画面更加漂亮。 世界上的每个民族 都有自己喜爱的花卉。 你可知道中国人最喜爱什么花? 中国人最喜爱的是牡丹和梅花。 它们都曾经是中国国花的候选。 牡丹花的花形很大, 色彩鲜艳。 香味浓郁。 人们称赞牡丹, 国色天香, 是花中之王。 唐朝时候, 有一个女皇帝叫武则天。 传说, 有一年冬天, 武则天在首都长安的花园里, 突然命令所有的花卉 同时为它开放, 百花齐放。 花园里的花朵 不敢违抢皇帝的命令, 都迎着寒风开放了, 只有牡丹花拒绝开放。 武则天非常生气, 立即把牡丹赶出长安, 贬到洛阳城。 刚到洛阳城, 牡丹就开出了鲜艳的花朵。 武则天听说了, 下命令把牡丹烧死, 可是火烧以后, 牡丹不但没有死, 反而开得更加鲜艳了。 从此以后, 洛阳每年春天都要举行牡丹花会,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洛阳, 来欣赏美丽的牡丹。 墙角树枝梅, 灵寒独自开, 摇枝不是雪, 未有暗相来。 几千年来, 梅花一直是中国诗人喜爱的题材。 梅花有五片花瓣, 人们认为它们象征着快乐、 幸福、长寿、顺利、和平。 而诗人更看重的是梅花所体现的品格。 寒冷的冬天, 所有的花都泄了, 只有梅花不怕寒冷, 在冰天雪地里独自开放。 难怪梅花是碎寒三有之一呢! 中国有十大名花, 梅花和牡丹当然名列其中, 其他八种花也和梅花和牡丹一样, 不仅外表漂亮, 而且还象征着中国人深深欣赏的美好品格。 中国十大名花, 牡丹花, 梅花, 菊花, 桂花, 荷花, 莲花, 月季花, 玫瑰花, 映山红, 杜鹃花, 水仙花, 山茶花, 兰花, 成语故事 反复推敲 张明的哥哥是个十二年级的学生, 最近他收到了好几个大学的录取通知, 张明听见妈妈对哥哥说, 我看这些大学都不错, 至于究竟去哪一个, 你还是再反复推敲推敲, 然后再做决定吧。 张明用手做着推和敲的动作, 觉得很奇怪, 推和敲, 怎么能帮助哥哥决定去哪个大学呢? 其实, 反复推敲是个成语, 意思是, 在几种可能性中, 仔细比较, 认真考虑, 它是从唐朝的一个故事, 引申而来的。 一天, 诗人甲岛在京城长安骑驴上街, 突然间想到两句诗, 鸟肃池边树, 僧推月下门, 夜里, 小鸟在池边的树上休息, 月光中, 僧人推开了一扇门, 描写一个僧人, 和尚, 夜间来到朋友家门口的情形。 甲岛在驴背上念着这两句诗, 觉得, 僧推月下门的推用得不好。 夜深了, 朋友睡觉了, 门一定关上了, 怎么推得开呢? 再说, 一个和尚推人家的门, 那多不礼貌! 甲岛想, 这个推字, 应该换成敲字才好。 夜晚, 僧人来到朋友家, 主人已经睡下了, 他敲着门, 希望主人能够听见, 来给他开门。 可是, 敲门的声音, 会不会把夜的宁静破坏了呢? 究竟是用推字号呢, 还是用敲字号? 甲岛, 甲岛骑在驴背上, 不断地做着推门和敲门的动作, 比较着这两个字的不同。 甲岛, 甲岛只顾在驴子背上推和敲, 前面来了地方长官韩玉的马队, 他都一点也不知道。 驴子撞到了马队, 甲岛被韩玉的卫兵拉了下来。 还好, 韩玉也是一个喜欢写诗的文学家, 听说甲岛正在为用推字还是敲字烦恼, 不但没有责备他, 反而兴致勃勃地说, 我看还是用敲字号, 敲字并不会破坏夜的宁静。 其实, 有了这一点声音, 夜反而会显得更安静。 甲岛高兴地接受了韩玉的建议, 从此反复推敲, 这个表示仔细比较的成语就流传下来了。 书法家王羲之的两个故事。 书法翻译成英文就是calligraphy, 然而, 书法在中国所达到的成就比calligraphy在英语国家更高得多。 中国的传统书写工具是毛笔, 毛笔比硬笔更有表现力。 中国字是表意文字, 写出的字更容易带上感情。 千百年来, 中国人把出色的书法作品刻在碑石上流传后世。 优秀的书法家在中国受到世世代代的景仰。 王羲之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 人们称他为书圣。 关于王羲之流传着不少故事, 今天给大家讲两个。 以鹅为师, 人们都有自己的爱好。 王羲之的爱好是看鹅。 王羲之喜欢看鹅, 简直入了迷。 有一天, 王羲之出门去拜访一个朋友, 路过一条小河, 看见几只鹅在轻轻的河水里游来游去, 他看得入迷, 都不愿意离开了。 鹅渐游远了, 他也就跟着鹅沿着河向前走。 走着走着, 来到了一座院子前面。 他看见这几只鹅进院子去了, 就前去敲门。 院门开了, 走出一个道人。 道人认出他是大书法家王羲之, 连忙把他让进屋里, 问道, 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王羲之回答说, 是您的鹅把我引来的。 您的鹅太可爱了, 能卖给我吗? 道人说, 哪能要您的钱呢? 如果您喜欢, 我把他们全部送给您。 不过, 有件事要请您帮忙。 您能不能替我抄写一篇经文? 王羲之满口答应, 马上提笔抄写起来。 写完以后, 他高高兴兴地赶着鹅, 动身到朋友家去了。 走到半路, 正好碰上那位朋友。 朋友看见他赶着鹅一边走, 一边比比画画, 奇怪地问, 你这是干什么? 怎么像孩子一样赶着鹅到处跑? 王羲之笑着回答说, 我赶的这些鹅也是我的老师。 你看, 鹅的脖子是多么灵活, 转动自然, 身躯有力。 鹅的体态又是那么优美呀, 他们教了我不少运笔的方法呢。 老婆婆的扇子 夏天的一个傍晚, 王羲之走出家门, 来到一座石桥上。 太阳快下山了, 王羲之站在桥上欣赏着夕阳。 他的身边有一位老婆婆正在那里卖扇子。 老婆婆的扇子没有装饰, 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 看样子卖不出去了。 王羲之对老婆婆说, 您这些扇子上既没话又没字, 当然卖不出去。 我给您写上几个字怎么样? 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 见她这样热心, 就把扇子交给她写了。 王羲之到附近的人家借来笔墨, 在每一把扇面上写了几个字, 还给老婆婆。 老婆婆不认识字, 她借过写了字的扇子, 有些担心王羲之的字, 把她的扇子弄脏了, 更加没人买了。 王羲之说, 放心吧,老婆婆, 您只要拿着这些扇子站在路边, 说,扇子上的字是王羲军写的, 就会有人买的。 老婆婆听了, 拿着扇子站在路边, 大声喊着, 谁买扇子? 上面有王羲军写的字。 果然, 立刻有好多人围了过来, 人们欣赏着扇子上的书法, 个个称赞扇子上的字写得好, 都愿意出高价购买。 不一会儿, 老婆婆的扇子都卖完了。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 后来, 人们把王羲之提字的那座石桥叫做提扇桥, 一千多年过去了, 直到今天, 那座桥还在呢。 王羲之妙写春联。 过新年时, 写一幅春联贴在大门两旁, 送旧迎新, 是中国人的传统。 有一个王羲之写春联的传说, 不知是不是真的, 但是挺有意思。 传说有一年, 王羲之从山东老家搬到浙江居住, 那时正好新年快到了。 王羲之就写了一幅春联, 让家人贴在大门两旁。 他写的是, 春风春雨春色, 新年新岁新景。 没想到, 因为王羲之是举世文明的书法家, 他写的春联白天贴出, 夜晚就被人接走了。 王羲之知道后并不生气, 他又提笔写了一幅, 让家人贴出去。 这一幅写的是, 福将大地, 春满人间。 可是, 到第二天一看, 又被人接走了, 那天已经是除夕, 明天就是新年了。 眼看家家户户门前都贴上了春联, 只有自己家门前, 还什么都没有。 王夫人着急地对丈夫说, 快快想个办法吧。 王羲之想了想, 微微一笑, 又提笔写了一幅。 写完后, 他让家人先将对联剪去一截, 把上半截贴在门旁。 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这幅对联的意思是, 幸运的事不会连续到来, 不幸的事却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夜间, 火热又有人前来偷接对联, 可是他们见这幅对联写得太不吉利, 只好叹口气走了。 新年早晨天刚亮, 王羲之就亲自出门, 把昨天剪下的下半截对联贴好。 这时, 已有不少人前来欣赏大书法家门前的春联。 大家一看, 对联是, 福无双至, 金昭至, 祸不单行, 昨夜行。 对联的意思变成了, 虽说幸运的事不会连续到来, 今天, 他们却要一起来了。 即使不幸的事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昨夜, 他们都已经发生过了。 众人看了, 齐声喝彩, 拍手称赞。 文房四宝, 笔, 墨, 纸, 燕。 在过去, 中国人要写字, 画画, 离不开四样最重要的工具, 笔, 墨, 纸, 燕。 它们通常被称为文房四宝。 笔, 中国传统的笔是毛笔, 早在几千年前, 中国人就开始使用毛笔。 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 都是与毛笔的使用分不开的。 毛笔笔头上的毛, 主要用羊毛, 兔毛和幼鼠毛。 不同的毛有的比较硬, 有的比较软, 可以表现不同的效果。 毛笔有用来写字的, 有用来画画的。 画画的笔, 有画山水的山水笔, 画花卉的花卉笔, 画人物的人物笔, 甚至还有专门画花卉液晶的液晶笔, 画人物衣纹的衣纹笔等等。 墨, 有了毛笔就能写出字, 画出画了吗? 不能, 还需要有颜料。 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 主要用一种黑色的固体颜料, 叫做墨或墨条。 墨的原料主要是松烟, 还要加上香料和胶水。 墨一般是长方体或圆柱体的, 表面还常常有文字或精美的花纹。 墨有了固体的墨条, 还需要做成液体的墨汁, 才能写字画画。 做墨汁是写字或画画前一刻在墨台里完成的。 墨台又称为墨, 通常是一块方形的石头, 在墨台里放一点清水, 把墨在墨台里磨, 渐渐地清水就变成了墨汁。 墨墨的时候, 用力要适中, 动作要平稳。 纸 中国书法和绘画主要用宣纸, 我们在课本的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造宣纸的工艺很复杂, 有上百道工序, 从进料到完成, 有时需要花费一两年的功夫。 宣纸价格比较贵, 练习书法时, 人们也常常用另一种纸, 毛边纸。 毛边纸本来是用于印书的, 但是因为纸质好, 也可以用来写字。 成语故事 抛研砖引玉。 抛 to throw out 砖 break 引 to attract 玉 jade throwing out a break to attract a piece of jade。 抛出一块砖, 怎么会引来一块玉呢? 抛砖引玉这个成语, 讲的是人们在讨论问题或交流思想的时候, 一个不是那么高明的想法砖, 可能会启发出另一个更加高明的想法玉。 说到抛砖引玉, 人们常常会联想起中国古代唐朝的一个传说。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诗歌的高峰时期, 出了许多优秀的诗人, 人民也特别喜爱诗歌。 当时有一个诗人叫常见, 喜欢游历天下, 他是青海长云暗雪山那首诗的作者王昌龄的朋友。 有一次, 常见在苏州游玩, 他听说另一位诗人赵谷也要来苏州。 赵谷在当时很有名, 他写的诗得到清明时节与纷纷的作者杜牧的赞赏。 常见非常欣赏赵谷写的诗, 觉得赵谷的诗比自己的好得多。 常见跟他的苏州朋友们说, 我们想个办法, 让赵谷把他的诗留在苏州, 好吗? 朋友们当然同意, 可是怎样才能做得到呢? 常见想了想, 问朋友们, 赵谷要来苏州, 你们说, 有什么地方他是一定会去的? 朋友们议论了一番, 都同意灵言寺是赵谷一定会去的地方。 常见就说, 那好, 我们就让他把诗句留在灵言寺。 常见来到灵言寺, 他做了两句诗, 用毛笔写在一块显眼的墙上。 几天后, 赵谷果然到灵言寺游来, 他看见寺中雪白的墙上提着两句诗, 写得不错, 却只有半首。 赵谷忍不住提笔天上两句, 凑成了一首完整的诗。 就这样, 赵谷的诗留在了灵言寺, 常见的愿望实现了。 由于赵谷的诗比常见的更好, 所以人们称常见的做法为抛砖引玉, 拿出一块砖, 引来了玉石, 比喻用普通的东西引出贵重的东西。 亲爱的同学们, 当我们平时和朋友们一起讨论问题, 一时没有什么好主意出现的时候, 如果有人能第一个发表自己的意见, 常常能启发大家的思考, 最终找到好办法, 这就是抛砖引玉啊。 如果你是那第一个发表意见的人, 你可以说, 我的想法不一定好, 让我来抛砖引玉吧。 几个月和一天, 亲爱的同学, 你喜欢画画吗? 你知道, 我们的祖先也很喜欢画画吗? 今天, 让我给你讲两个中国古代画家的故事。 中国唐朝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叫李斯迅。 有一天, 玄宗皇帝把他叫到皇宫里, 说, 四川有一条嘉陵江, 江两岸的风景非常美丽。 可是, 四川太远, 路又难走, 我去不了。 我派你到那里写生, 把嘉陵江的美景带回来, 让我也能欣赏欣赏。 四川有一个大盆地, 周围都是高山, 故事后没有汽车、火车和飞机, 其他地方的人要去那里非常困难。 四川有个别名, 叫鼠。 诗人李白曾经写过这样的话, 鼠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李思逊千辛万苦地进入四川, 来到嘉陵江边。 那里果然是风景如画。 李思逊天天到嘉陵江边写声, 把一座又一座的身丰, 一个又一个的美景, 都寄到了自己的话稿上。 一年过去了, 李思逊从四川回到首都长安, 他的马车上放着几个大箱子, 里面装满了他写生的画稿。 唐玄宗见李思逊带回这么多画稿, 非常高兴。 他说, 快把这些画稿画到皇宫大厅的墙上吧。 这样, 我可以每天欣赏嘉陵江的美景了。 李思逊依照自己带回来的写生画稿, 仔仔细细地画了起来。 他用浓重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 把嘉陵江的美景, 一点一点地搬到皇宫大厅的墙上。 李思逊画了好几个月, 终于完成了一幅大型山水画, 嘉陵景色。 人们站在画前, 看到金色的阳光, 洒在远处绿色的山上, 江边的树, 树下的草, 都历历在目。 玄宗皇帝高兴极了。 一天早晨, 他对李思逊说, 你的嘉陵景色画得太好了。 昨天晚上夜深人静, 我经过这里, 好像还听到了流水的声音呢。 过了些年, 唐朝又出了一位著名画家, 名叫吴道子。 他比李思逊年轻三十来岁。 玄宗皇帝知道, 吴道子的画风和李思逊很不相同, 心想, 让我把他也派到嘉陵江去写声, 看看他会带给我怎样的美景呢。 于是, 吴道子也千辛万苦地来到了嘉陵江旁。 和李思逊一样, 吴道子也被嘉陵江的美景迷住了。 他天天在岸边散步, 在江上划船, 还登上江边的一座座高山, 用心体会嘉陵江的美景。 过了一年, 吴道子也回到了首都长安。 玄宗皇帝对他说, 快把你在四川画的那些画稿 拿给我看看吧。 吴道子摇摇头说, 皇上, 我这次在外面 一张画也没有画呀。 玄宗皇帝大吃一惊, 你, 你难道把为什么去四川的事忘了? 吴道子说, 我, 我把嘉陵江的美丽风光 全都记在心里了。 玄宗皇帝说, 那, 你就把记在心里的风光 画在这大厅的墙上吧。 第二天一早, 吴道子来到皇宫, 他手握毛笔, 胸有成竹地在大厅的墙上画起来。 墨线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 像在墙上跳舞一般, 时而急, 时而慢, 时而跳跃, 时而舒展。 雪白的墙上, 很快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江。 不久, 一座座高低不同的山峰, 在江的对岸出现了。 一会儿, 静边的江岸上, 又出现了一块块大石头。 然后, 吴道子给画加上了浅浅的色彩。 到太阳下山的时候, 一幅漂亮的嘉陵江三百里风光图完成了。 吴道子的话非常生动。 他的画上, 似乎江水在流, 树枝在摇, 天空上鸟儿在飞, 山腰间白云在飘。 岸边的石头, 让人忍不住要上前去摸一摸。 玄宗皇帝把吴道子画的嘉陵江和李思逊画的比较一下。 江的走向, 山的形状, 还真是八九不离十呢。 他笑着说, 吴道子用一天画出的画, 和李思逊用几个月画的画, 都妙极了。 亲爱的同学, 读了上面这两个故事, 你能想象出, 李思逊画的嘉陵锦瑟, 和吴道子画的嘉陵江三百里风光图, 是怎样的不同吗? 龙 你听过这样一首歌吗? 古老的东方有一刀龙, 它的名字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它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龙的传说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最早的汉字甲骨文里就有龙字, 传说龙是一种很神奇, 本领很大的动物, 它有脚, 有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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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飞能游泳。 龙的外形有好几种动物的特征, 蛇身、鹿角、鱼鳞、鸡爪。 龙是中国古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仙人的图腾。 由于龙很神奇, 本领很大, 它一直是中国皇帝权力的象征, 与皇帝相关的事物也都离不开龙。 皇帝被称为真龙鞭子, 皇帝的身体叫龙体, 皇帝穿的衣服叫龙袍, 皇帝坐的椅子叫龙椅, 睡的床叫龙床。 皇宫里龙的形象更是到处可见, 地上、墙上、房上、门窗上, 到处是千姿百态的龙, 皇帝的周围真可以说是龙的世界。 在民间, 老百姓认为龙是大海的主宰, 在农业社会里, 海龙王主管着农民最需要的东西, 雨水, 所以龙是吉祥的象征, 在喜庆的日子里, 人们兴高采烈的五龙灯, 赛龙舟, 汉语中的很多成语, 也同龙有关, 如望子成龙, 生龙活虎, 龙腾虎月等等。 另外, 龙还是十二生肖中的一个, 在中国, 不但有人姓龙, 而且许多人给孩子起名, 特别是给男孩子起名时, 常常使用龙字, 比如大家熟悉的著名电影演员, 李小龙, 成龙。 现在, 龙作为权力的象征, 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龙仍然是吉祥的象征, 也是炎黄子孙的象征, 因此, 中国人至今还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书法与剑舞 同学们, 请看龙一文的右下方, 有一个大大的繁体龙字, 它看上去比龙字简单多了, 如果不是放这个地方, 你或许根本想不到这是龙字, 不过, 这个字的线条倒是挺漂亮的, 甚至真的有些像一条飞舞着的龙, 你同意吗? 这样字形简单, 线条连贯优美的汉字书写方法, 叫做草书。 草书最早的时候, 是为了把字写得快些而产生的, 为了写得快, 草书把汉字的笔画连起来, 把一些汉字和偏旁步手简化。 而意想不到的是, 汉字笔画连起来后, 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美感, 于是书法家们开始研究, 怎样把这些线条写得漂亮, 结果发展出一种主要表现线条美的书法形式, 狂草。 唐朝的张旭就是一位有名的狂草书法家, 人们称它为草圣。 草书看上很随意, 但实际上并不是随心所欲地乱写的。 好的草书, 每个字都是根据前人写的字变化出来的。 张旭爱好书法, 特别喜欢草书, 在生活中, 他处处留意能让他提高书法艺术的启示。 例如, 他常常去看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舞。 公孙大娘舞剑时, 人们先听到击鼓人敲出由轻而响, 节奏鲜明的鼓声。 随着鼓声, 美丽的公孙大娘双手握剑, 满场飞舞。 剑光闪闪, 像夜空中的流光雷电, 身姿敏捷, 向天神架着龙翱翔。 公孙大娘的剑舞, 启发了张旭。 从此以后, 他的草书有了神韵。 张旭写草书的时候, 还喜欢喝着酒。 在张旭写字的地方, 常常有人在一旁击鼓舞剑住行。 张旭高兴地喝着酒, 喝着喝着, 他突然大声喊, 拿笔来。 旁边的人早把笔、墨、纸、燕准备好了。 张旭拿起笔, 乘着酒信, 在鼓声、 剑舞和喝彩声中, 很快就写好了一幅书法作品。 成语故事 千里送额毛, 理清情义重。 唐朝有一个人叫缅伯高, 住在离京城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一年, 皇帝快过生日的时候, 他家乡的人派他把一只天鹅送到京城长安去献给皇帝。 缅伯高在路上走了好多天, 天鹅的羽毛有些脏了。 那一天, 缅伯高来到一个湖边, 他看见湖水清澈见底, 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 这么好的水, 让天鹅洗个澡吧, 洗得干干净净, 雪白雪白的, 皇帝见了, 不是更喜欢吗? 他说着, 就打开笼子, 让天鹅去洗澡。 谁知天鹅离开笼子, 在水里梳理了一下羽毛, 就拍拍翅膀飞走了。 湖面上只留下几根天鹅的羽毛, 缅伯高急地在湖边哭了一场, 他冷静下来想了想, 就捡起一根羽毛, 带到长安去。 缅伯高到了京城, 和各地派来的人一起去献礼,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向皇帝献上贵重的礼物, 轮到缅伯高, 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根雪白的羽毛, 走到皇帝面前跪下, 高声念了一首诗, 上父唐天子, 请饶缅缅高, 理清情义重, 千里送鹅毛。 他对皇帝说, 亲爱的陛下, 我从很远的地方给您带来一只天鹅, 它却在洗澡的时候游走了, 真是非常抱歉, 现在我把他的羽毛献给您, 这是我们家乡人民的一份心意啊。 皇帝接过天鹅的羽毛, 不但不嫌礼物轻微, 反而称赞缅伯高聪明, 还赏给他礼物, 千里送鹅毛, 理清情义重, 这个故事就流传下来, 作为一句成语, 比喻从很远的地方 带来极轻微的礼物, 但是送礼人的情义, 却是很真诚, 很厚重的, 有时候, 人们也会把后面五个字省去, 只说千里送鹅毛。